下面是第六項 在註解裡面說 足根滿足相 根是足種 種圓滿如凹處者 這講我們的腳根 在參考資料裡面說 它還有別的名稱 要做足根廣平相 足根長相 腳根長相 下面再解釋 即足種圓滿廣平 這個種就是指的腳後根 一般人的腳後根 它會凹進去一點 那佛的腳後根是圓滿的 下面再來解釋 是什麼原因 產生這個銳相 稀有持戒文法 勤修行業而得知相 所以我們大家看這個說法一定要認真 什麼原因導致這種銳相呢 他肯持戒 肯讀經 肯聽經 肯一教奉行 當然這個修行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一生一世 是生生世世都在修 才感得這樣一個好象 其實真正修的人呢 他絕對不會墮山土的 我們如果這一輩子不肯認真修 來生後世怎麼樣 很容易墮落 所以大家修行呢 一定要很認真 很積極很嚴格的去做 這個像表化意敬畏來敬 一切眾生之德 化意產生變化 能夠立一盡虛空變法界一切眾生 所以我們大家想要弘法立身 那就不能夠離開手不能夠離開腳 想想釋迦牟的佛當年在印度 那時候沒有很先進的交通工具啊 佛到處弘法 他怎麼做呢 他走路 我們可要知道 印度是什麼國家 熱帶國家了 大家也沒去過印度啊 等我們功夫成片了再去 印度是熱帶國家 所以呢他那個地面呢 熱乎乎的 那到夏天就更熱 佛能赤腳 走遍無印度 很辛苦啊 我們不要說用一雙腳走遍無印度 開車子 哎呀 在印度啊這樣自由行 也蠻不容易的 那以前是沒有騎車嘛 馬車咯 坐馬車也蠻累的 但是出家人呢 一般不騎馬 所以呢 那這個相啊能夠利益呢 盡虛空變法界 眾生 還有 智行受持 第一 第四 幽婆色界 我們能夠奉持第一條界 跟第四條界 就能夠得到 仙常指向 足根常向 不欺一切 諸眾生 得足根容向 這就講到我們的口了 我們如果不欺騙任何眾生 沒有騙人家 你就敢得呢 足根容向 這個容啊就是圓滿均勻的意思 所以 畫佛像 造佛像 一定要把它的三十二像呢 統統都要畫出來 可惜啊 我們現在 有時候去一些道場 看到一些佛菩薩的像啊 仔細觀察 是不是佛菩薩像啊 不是的 是什麼像 人像 是人像 不是佛像啊 一定要把三十二像 都懂得 都畫出來才行 好 我先給你 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